我真的我靠 秒双手 我人站上去吗 能和你说话吗 太棒了 合影留念 评价一下素素吧 走 走 赶紧跑 好 今天带大家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咱们看看厂商都整了些什么新活 走 这人比想象中多得多 Cybertruck 争取开一下 好 刚才在展台看到了特斯拉的Cybertruck 现在咱们上去开一下试试 绝有点紧张 停了多久没开车了 挺久了 有个几年了 然后结果直接就 直接到这个 直接来了一个现代中的现代 有点驾照考试时候的感觉 主打一个开的慢 直角转弯 不过确实 确实这个还挺简单 而且它这么大的一个车 然后转弯能有这种感觉 实际上就一把就过来了 而且这么大一个车 哇 真的我靠 秒双手 哇 这个有点酷 一会也能试试戴一下这个吗 可以 感受一下 会感觉很轻 会感觉有一个力在带着 你腰上重不重 这东西 腰上会有一点重量 但是会感觉它在牵引着我走 能跑步吗 能跑步吗 有 这感觉真不一样 这样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用手多住它 你手可以放抽单 哇 好轻松 可以有效的解决我们 你用我们实际的 可以 太棒了 好 谢谢 所以它现在应用场友是什么呢 主要是一些重质的搬运场景 比如说我们矿山 还有一些电力行业 它是要去重复的搬运一些重质 它可以有效的环节 我们腰部的一个压力 太棒了 太期待了 今天看到这么多机器人了 这个感觉很不一样 一会找老师讲解一下 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形状 和别的机器人看起来不太一样 对 我们其实是做了双形态 人跟机器一起啊 比如说你改变了之后 你可以让人再去做一遍示范 这个实际穿上去的话 就是是什么效果 我人站上去吗 哟 哟 骆天一 哟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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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影 刘念 来我们看一下B站的大模型 走 现在是开园的了是吗 对 我们开园的小模型 对 小模型是多少参数 1.9比19亿左右的一个参数量次 然后这个是目前可以附属在手机端上面的 然后运行在本地的算力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体验更大规模的这个 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们一个主力模型 就是我们目前站内在主力使用的这个 EDEX的二只大模型 哦 那现在站内主要用它是干啥的 比方说像我们的智能科普 还有站内搜索的小助手 都是在用这个主力模型再去生成的 我前阵子在网上看有人发和他对话的那个过程 然后他耿耸的特别多 就是这个是吗 我问一个问一个问一个原神 自信领导能力作为审理灵华出色的领导者 好嘞 我问他问他几个问题 评价一下叔叔吧 呃 哟 叔叔比善人之一 本名陈瑞 行 走 走 赶紧跑 游戏 游戏口拍了 看一下 他现在是我直接跟他讲话 然后他就能享用我的指令吗 对对对 打游戏的时候跟他说 你把这个传件给我 然后他知道传件是啥 知道 知道 他是咋知道的呢 就这里都是针对咱游戏的环境 加过一些微调训练吗 针对游戏里面这个场景会做适配 我可能就是随便说打的大怪 打的大佛什么的 然后他其实也都能明白 然后那些甚至一些黑话 都是给一些做一些 比如说跟着我 然后来钻草什么类似的 他打怪厉害吗 打怪就不同能力了 好 行 谢谢您 好的 行 那咱们展看到这就看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次的感觉 就是大家都找准方向 开始持续投入力量了 我们这次看到像聊天的产品 还有刚才实际上手的这些外骨骼 真的都是已经落地的东西了 然后接下来我也真是特别期待 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实际出来的产品 让咱们能体验上 那行 今天视频就差不多了 咱展也看行了 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